欢迎回来 今天是马来西亚警察日 首相纳杜斯里·伊斯曼·沙比里 赞扬皇家警察部队 在新冠病毒肆虐期间 依旧维持打击罪案卓越表现的势头 降低国内的罪案率 另外 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阿克里沙尼表示 警方将确保国家处于安全的状态 保障民众的 首相纳杜斯里·伊斯曼·沙比里 今天赞扬皇家警察部队 在新冠疫情肆虐期间 尽管有一半的警力被调派为抗议行动转岗 但是警队仍能致力平衡打击罪案的主要职务 从而维持社会和谐与国家安宁 他说 2021年的罪案指数显示成下滑趋势 同比2020年的6万5千多宗 减少至5万2千多宗 他今天出席第215届马来西亚警察日 在会上致辞时就感谢警队为国家的付出 Kerajaan mengucapkan terima kasih 首相说政府意识到警队打击罪案的职务越来越复杂 特别是新科技的诞生与滥用社交媒体造案 他说政府极为关注警队的需求 以提升能力打击并防范罪案 另外 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阿克里沙尼在警察日庆典上表示 警方将确保国家处于安全的状态 杜绝任何企图威胁国家主权和人民和谐的行动 以保障民众的福祉 阿克里沙尼指出 警方在1967年警察法令下赋予的权利 做好自己的职责 致力于消灭罪案及提升廉政表现 将大马皇家警察部队打造成一个受所有市民尊敬的执法团队 在1967年警察法令下赋争政表现